清晨五点多独自一人骑车到北夷公路跑山兜风 但是出门四天迟迟没有回家 就怕会发生意外家属好心急赶紧报警 寻求协助 全身赤裸横躺边坡草地上 搜救人员找到患者立刻将人紧急送医 除了辖区警消投入搜救 还有收假的消防队员路过发现状况 自告奋勇加入救援行列 刚好看到远警还有个民众在那边 我心里的直觉就是觉得说 可能有人掉下去 有一位热心的民众经过 然后他也说要跟我一起下去 老母亲接获消息赶紧现场了解状况 但是儿子好端端外出骑车 怎么会发生意外 请问事发现场可以看到旁边 没有任何的防护装备 地上还留下明显的滑落痕迹 当时骑士因为不明原因自衰 就连他被巡货地点让警消认为非比寻常 根据了解山谷和道路 相差约两百公尺 骑士衰落后 全裸横躺在一棵倒塌的大树底下 出谷以及遇难四天 虽然脱水 但还有意识生命真相稳定 但是专家坦言 在树干底下避难 其实有风险 除非那棵树倒塌已经是很安全 没有问题 那当然那个位置也有可能就是说 如果你碰到下雨天的时候 他还可以多少帮他做一些遮风避雨 所以这个部分也有可能是好 也有可能是不好 骑车不慎衰落边坡 幸好警消及时救援 如果患者不小心失温 或是被毒蛇攻击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近新闻阳性中辰良 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